财政部关于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 支持金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的通知 包括六方面举措 在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方面 通知指出地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对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 餐饮 住宿旅游等行业的中小微企业 和各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担保支持 即使旅行 代偿义务 推动金融机构尽快放贷 不抽贷 不压贷 不断贷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方面 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推广创业担保贷款线上业务模式 简化业务审批流程 提高贷款便利度 落实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讲补政策方面 指导示范区所在地财政部门抓紧制定讲补资金分配 使用和管理办法 切实引导普惠金融服务增量 扩面 降本 增效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六方面举措注重精准可持续 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重要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 财政政策是结构性的政策 相比货币政策而言更加的精准 比如说小微企业存在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话 针对性的对中小企业给予财政的资金的支持 就可以把资金有效地引导到广大的中小企业之中相互配合 共同发挥作用 它的政策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今年以来 新一轮的疫情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经济稳增长 稳就业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 提高企业的资金保障和流动性水平 就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和发展的韧性 不同的市场主体面临的冲击是不对等的 大量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抵抗风险的能力更弱 在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能力也相对不足 就需要给予倾斜性的政策支持 早在三月份 面对一些企业面临资金周转的压力 深圳多家银行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 发放相关抗议专项贷款 部分银行在利率额度期限等方面推出汇期政策 提供多样化的线上贷款服务 此外 深圳引导上市公司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有利支持实体经济 2022年一季度 辖区上市公司通过股票市场融资近400亿元 是去年同期融资规模的3.2倍 一季度 深圳企业在交易所债券市场融资超1000亿元 融资规模居全国前列 近年以来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之行 持续开展深入社区文企业保就业专项行动 截至4月末 对接企业超过20万家 8.2万家企业获得受信 开展首带户排余专项行动 2022年一季度 新增小微企业首带户约5000户 中小企业获得银行信贷不足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 银行认为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比较低 不愿意承担发放贷款的风险 那么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就客观上起到了征信的效果 达到了银行风险管理的标准 那么银行就可以为中小企业 发放经营性的贷款 政策一方面针对专门的市场主体 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精准性的特征 那另一方面也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财政贴息的方式 来提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定向的支持政策 支持困难企业困难行业 那就让有限的宝贵的财政资金 真正做到了取之一名用之一名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那仅仅依靠银行 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是难以实现的 必然要充分发挥其他金融机构的市场力量 那比如说像保险机构 以及一些大型的担保机构 本身信用等级是很高的 通过提供贷款保证保险 贷款担保这些金融服务 用自身的信用为中小企业来增性 就可以有效的解决中小企业信用不足 银行贷款积极性不高这些问题